多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中国大陆四川省卢定县在5号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 死亡人数至少90多人 有25人失联 那么伤亡恐怕会持续上升 我们在这边再度为灾民起伏 也能够顺利进行灾后的重建 谈到地震 台湾同样是位在地震怠傲程度不一的惊恐 我们民众并不陌生 那么谈到这里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住的房子是不是耐震还有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住在这个社区大楼 这个消防安全也都落实了吗 几个月前我还参加社区的消防讲戏 那么谈到安全事实上 或许我们民众会觉得 房子能住就好 但是能够安心吗 我们的政府可不是如此轻松来看待 尤其是在台湾921大地震之后 积极鼓励围老建筑的重建 这是跟时间赛跑 重建速度快 安全当然就越有保障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哲学关注这个议题的 财讯双周刊专述委员 由小燕来跟我们谈谈 她所掌握到而且采访了解到的有关围老 还有都市更新都更最新的进展 非常欢迎专述委员你好 丽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想我先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入住的经验 其实大概两个月前 我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家五星级连锁酒店 住一晚 那么这是一家具知名度 但不算新 也不会感觉很老旧 大概将近40年嘛 看了一下它内部的陈设跟装潢 有翻新的感觉 我想这个集团还是蛮用心的 我跟家人就说 他们维护得很好 那么就在同条路上的不远处 同样也是一家五星级的连锁饭店 最近要原地重建了 因为它是一栋围老的建筑 快60年了 这是一个大工程 听来两家饭店是比临竞争激烈 不在话下 不过谈到这两三年 因为疫情边境管制 应该少了不少的观光客 相信经营也不太轻松 不过好像也是非打掉重建不可 但这项决定说来 也许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要说服股东 要同意来重建 政府也寄出蛮多诱因 如果就像这五星级的饭店 重建的话 郑树委员来谈你的观察 就是说他们要重建的话 应该就是也搭上政府政策的变车 也蛮好的是不是 最近这两年 可以看到说整个全台湾的饭店 就是一直有传出说 我要围绕 我要参加都更的一些讯息 第一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当然就是让他们整个生意下滑 然后也让他们重新思考说 是不是我们这大楼 就是可能太老旧 刚主持人有讲 然后可能需要更新也会比较安全 那再加上因为政府有推出一些政策 就是围绕或都更的政策 就是相对对他们来讲 是比较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所以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丽姐讲到的那个饭店 应该就是国宾饭店 就是最近停业了 就差不多10月就要拆掉了 那国宾饭店不止台北拆掉 高雄国宾饭店也要拆几掉 就是要参与更新的政策 像是西华饭店 之前也是今年就熄灯 就决定就是要把它改建成 商办啊 住宅跟饭店的这个复合式的这个建物 那像是那个东区的神望大饭店 最近也熄灯了 未来也就是要重改 很多像是台北首都饭店啊 还有像是高雄的华王大饭店啊 然后现在都已经推出新的建案了 对假如港湾一号员 现在正在卖 就是说最近 大家这个动作其实蛮多的 对但不止这个饭店 就是其实还有工厂啊 工业区啊 还有住宅 全部大家都一起动起来 都要更新 对就是改善我们整个生活的品质 跟居住的安全 好如果就饭店来说的话 这个如果边境完全解封的话呢 公安客来入住台湾的饭店酒店 能网可以享受全新的 这样子的一个度假 或商务出差旅行的一种舒适感 当然工厂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 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了 那台湾现在面临的一波 Omicron还有变异病毒 就采取跟病毒共存 所以呢工作呢 还是如常 但在中国大陆可不一样了 好聊到就是说 像一些饭店 哇他们就接连的很多都 要开始围绕重建 其实也让我们的都市 会焕然一新景观了 那早点申请的话 应该享受到政府的政策的优惠会更多 你刚刚提到国边饭店的话 他们这一波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因为目前如果参与围绕的话 他就是也会有时辰的奖励 就是越早参与这个重建 这个奖励值就越高 奖励的部分 还有分面积大小的奖励 跟时辰的奖励 如果面积也有到达一定比例的话 他的奖励也 奖励值会高的 就等于说奖励值就让你原本的容积 可以再多增加 你就可以盖更多的建物这样 有更多的面积可以使用 所以才就是大家都是前铺后继 这几年都蛮积极的有一些案例 像是统计到现在 就是都更跟围绕加起来 整个更新的案件 就是全台湾已经到达3500件 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现象 因为我们过去一想要都更 就想到都更很牛步啊 很慢 每次都是要等个10年20年 都等到白发苍苍 还不知道这个梦能不能实现 对 对刚才张树原跟我们提到 就是如果越早来都更的话呢 会享受很多 原本想要争取 会争取不到的 比如说较高的基准的容积率 那都更上限是1.5倍 为了上限是1.3倍 那如果能够再把握这样子的一个时期点 是最好的啦 因为如果说以财团的经营 在商严商 这个也是一个很务实的考量 不过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点 就是说有时候呢 这个都更或围绕重建 这个过程是要等待很久 十年了几年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民众的住宅这个部分 在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这几年也探讨过 就是说我们的朋友 是不是也有去了解一下 你所住的房子 大概屋龄有多久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有个延寿国宅在台北市 哇这个社区大楼住户要全部同意 恐怕很困难 因为看到就是说 他们竟然等了11年 那么最近呢 终于成功要进行都市更新 他们到底卡在哪些环节 又怎么来打通障碍呢 是 这个延寿国宅 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海沙屋 那所以他这次成功的这个都更的话 等于说 我们这次整个国内的 算是在这个更新重建方面 是有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主要是因为它是最大 它有四大接口 总共有5650坪 然后里面的户数就是有654户 光是听这个面积跟这个户数 你就觉得哇 因为每个人的 想不想参与都更的问题都白白总 所以要如何解决 譬如说一楼店面的问题 跟顶楼可能觉得他自己 又在顶楼增建 又有别的面积使用 又多想要多一些 它的条件跟优惠的话 这些每个人都有大家各自的问题 可是因为他们是海沙屋 所以他们里面的屋况 其实都是钢筋裸肉 那种水泥块是你可能睡觉的时候 一般都不知道会有一大块 可能会掉下来这种 看起来就是其实蛮出目惊心 因为现在海沙屋 最近如果真的是住在海沙屋的民众 会非常有感 因为其实我们的建材比例 是有一定的年限 大概50年左右 跟水泥跟钢筋 在50年过后就会慢慢的 就是越来越衰老 那这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出现 那海沙屋不一样 海沙屋它的年限 因为它过去送海沙屋 它本来就不那么坚固 它其实住大概10年 你就会非常有感觉 就是它就开始整个水泥 就反正就是钢筋是裸露的 不管你的你家外面 或是你的房子的外观 它就是每次地震来 都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像我住在11楼 就会觉得地震 不要瑞士规模6了 这个是很大 就是很晃 越高越晃 那这海沙屋的话 其实真的是让人很害怕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赶快来重建的话 所以你刚刚提到两个重点 一个是比如说一楼的店面 或是楼上的一些住户 像这样的话 怎么样的启动 是不是公权力 来推他们一把会比较快 还是民众自立 不然你说家是安全的 避风港 这听来有点讽刺 回到家 好像住起来 非常的不安心 对 因为我采访了也有人 他们就是在房间里面 中间主要的空间不能使用 因为那个天花板 都可能随时随离 快来剥落 就靠墙边 可是其实墙边 也是一样糟 只是相对没那么糟 所以你其实 每天好像生活都在赌命 就是说它到底会不会掉下来 还有采访过就是 它在上厕所 然后天花板 就是整个掉下来 好险它是掉在 它的脚前面的地方 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真的是要速度加快了 但是卡在 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 就是说可能考量的 每个人的难处也不同 应该是这样吧 是是 对 当然也有一些情感因素啊 其实很多 比如说老人家觉得 他住习惯 然后他可能也不想要搬钱 或是什么的 真的是会有蛮多问题 但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公权力其实 也蛮积极介入这一块 主要概念是说 不能让少数人 他们的想法就是 剥夺大多数人 都想要的这个权益 所以才会推动这个都根 安全最重要 不要以为 就是好像住的没什么事 一天过一天 但是呢 真的要去正视一下 这个屋灵 大概有多久的屋况 好不好 那我们在这边也先祝福 严寿国宅 好不容易 大家等了十一年 终于可以开始迈入重建的道路 希望能够让他们居住的安心跟安全 那接下来在新北市 也有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重建案 都根案 就是永和的大城新村 这个大城岛的居民 是随着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他们帮他们安置的一个住所 我想民众应该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概念 这个地方好像也占地蛮多 蛮旧的吧 就是我以为你是不是也有去了解 这个区块的情况 这块在永和当地 一定都非常的不陌生 因为它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它可以堪称是全台湾最复杂的都根案 因为它的面积就有两万四千多平 里面过去是因为安置大城岛的居民住在这里 那可能对这个过去整个建造 或是查核什么也没有那种非常严格 所以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违章建筑 然后有一些占用户的问题 然后有的人就是有房子 但是没有土地权状 那有的人有土地权状 或者是它就是再多盖出去 反正里面的问题是蛮复杂 然后它相动又很狭小 所以它变成一个 过去是有点算是治安死角的地方 因为它的务情都超过40年 然后政府过去一直想要整顿 但是都没有完整的非常进度 那最近就是新北市政府也蛮积极 他们也成立了新北驻都中心 就是也想要处理这块 那它因为它面积很大 它分成一到七个单元 那它现在单元二已经是最快都已经 目前都已经落成盖好了 大家都重新搬进去了 对那现在还有就是其他的单元 就是今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是因为大概这几个单元 我都已经找到建商 要愿意可以进来整合 来进来进行后续的这个步骤 还有最后的单元也是在九月的时候 已经遭伤了这样 所以其实今年算是一个突破很大的一个年 对那未来这边可能整个市容都可以有一个很大改善 主要是因为它也在这个河岸边 它如果盖高楼它的景观也是非常优美的 对那当然房价更不用说房价一定是翻倍 就是跟过去比起来 对对 好我们谈到不管是台北市或者新北市 这双北真是寸土寸金 这个市容因为围老建筑重建 会有一个蛮亮丽的这样的感觉 那事实上去过程当中 真的是还蛮艰辛 刚刚提到说 有些还没有土地全壮 然后就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处理 就是要达成共识还真不容易 而且牵涉到很多 必须跟政府相关单位的一些处理的 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展现这个铁腕 我想这个整个时间是不是也 满场了好几年吗 才完成这样一个度更是吗 对是因为在开始谈 大家想要做这件事情 也超过十年了啦 对但是因为这个里面的 就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都要一一去沟通解决 也要换算说 如果假设你只有屋子 你没有土地全壮 那你的价值值多少 对然后再换算成 那你可以分配回多少 你要换成房子 再继续加钱 再继续住 还是是你直接 我跟你买清 然后你就出厂 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 都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对 民众要有自觉 但政府也要决心 那这个整个 我想都是有赖政府 在政策的鼓励之下 积极努力来推动 让民众居住安全 能够获得更好的保障 好这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财旋双双刊 专事委员游小燕先跟我们谈都市更新 还有围老重建 我们在节目当中 这几年也都跟听众朋友来关心 那在今年我们很开心的 就是感觉到 事实上数字会说话 就是说全台湾累计都更 还有围老件数突破了三千五百件 我想这是不容易 我想各地方政府也都很努力 相信别是刚刚提到 有成立一个住都中心 来推动这个政策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请刘小燕专事委员 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政府推动 这个围老重建 还有都更 其实已经有多年 但是总觉得 还是有些 没有办法去打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政府也会在过程当中 去检视 是不是能够更简化 某些程序 那从几个具有指标性的 推动不错的一个建筑 围老或是都更的案子来看 那么到底未来有哪些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 来参考的例子呢 来鼓励更多的民众 一起来检视自己的住屋的安全 稍后我们节目再来谈这个部分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我是台大医院 北户分院家医科 主治医师曹玉婷 小朋友完成疫苗接种后 家长可以在接种现场 扫描Taiwan V-Watch QR Code 掌握小朋友接种后的身体状况 幼儿接种后 如果出现像是呼吸困难等 疑似立即性严重过敏反应 活力持续不佳 发烧超过48小时等症状 请尽速就医 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各位听众 台湾时间9月12日 星期一早上6点起 本台华语节目 原播出时段 频率进行异动 原中午12点至下午2点 11840千赫 变更为11815千赫 原下午3点至下午5点 11840千赫 变更为11815千赫 原晚上6点至晚上8点 11840千赫 变更为11885千赫 敬请咒语新知 继续支持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2RNG 我们节目持续 请采取双周刊 专事委员尤小燕来跟我们谈 刚才我们节目当中 所提到的围绕重建 还有都更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先谈这个都市更新好了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诱因呢 是 都更和围绕 主要有两大比较 关键 就是说都更的面积 一定要超过300坪以上 它只要有八成以上的人同意 你就可以送政府去挂件 因为你可能 大概整合到八成 有些人还是没办法搞定的话 可以协群政府的帮助 那围绕就是说 围绕其实就是一个都更的变形 因为过去就是 因为都更就很慢很慢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也要等个一二十年 三十年的也有可能 因为你那两成的诸乎 就是不同意之不同意 然后怎样都不签 也不知道要怎么协调 然后所以于是就 五年前就是政府颁定的 这个围绕条例就开始实施 它就是假设你这个 要一起划定都跟这个范围的 这些居住户 然后直接把它切掉 你不同意的就把你切掉 我们自己去办围绕 所以围绕没有面积的限制 然后它只要百分之百 这些人我们说好 我们就可以去挂件 那这两个比较不一样是 因为围绕不用经过 这个审议的制度 它里面的一些方向或条例 就是你现在你得到 你有什么 你的奖励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它的速度比都更快很多 有的可能一个月啊 或是半年以内就一定可以 整个流程都跑完 就可以开始盖了 那都根因为有审议的制度 它可能至少至少都可能要拖到一年 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双轨并行的话 就让整个城市的更新速度可以快一点 我们为什么会说围绕是杜根的变形 因为终归还是要回到都根 因为都根是一个比较大面积的 是我们可以所理想的这个状态 因为所以围绕最近也出现一些诟病说 因为我没有面积的限制 那有些人就盖纸片屋啊 我盖很高 然后但是我的基地很小 就是它也会破坏这个整个城市的情况 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到都根 那这只是一个希望用围绕来带动 国内整个老屋根性的这个风气 如果跑出这个问题 可能政府相关单位也要留意一下了 那如果是都根的话 如果政府政策鼓励 那民政会想说 那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就是说住得更安全 那除此之外比较务实的 还有哪些可以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 在采访很多案例里面 就是其实最现实 也算跟偷偷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主要现在老屋的持有的人 经过大家普遍统计 都是60岁以上的持有人 那他现在面临到一个非常大 就是继承的问题 假设你有一户房 那你是要给哪一个小孩 这个是非常现实上操作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有人来找你一起参与 这个都根或围绕的话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坪数 举例啊 你有100坪 那你是不是可以说 那我就跟你参与这个重建 那我就50坪两户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房子 就是分两户 那假设你有两个小孩 就一个人一间这样 还可以提早做你未来的继承的规划 不会到你可能过往之后 然后小孩就吵得不停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实际 很现实的一个方向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吵着这个方向 在参与这个重建 那再来是说改建之后啊 其实你房子的价值 坦白说就是过去 我一直跟大家一直局限到 要一坪换一坪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观念 一直想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算是有点 在精华地区的房子 是可能可以达到 但是如果是在小巷弄 又不这么精华地区 的这个台北社老公寓啊 又是住三分区的四五楼公寓 其实不可能达到这个条件的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就变成说 我跟建商谈这个都根户围绕 那我可能他帮我盖新房子 那我再贴一点钱 这个是其实最普遍的概念 应该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再贴一点钱 然后你就可以住到一个新的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的价值 甚至可能是翻倍 那其实对于我们居住安全 对于我们的资产增值 也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应该说大家都长期来 听到口号叫做 一坪换一坪 这是口号 这口号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是不完全是正确的 也不是对的 因为这个一坪换一坪 这个概念在这个精华地段 在台北假设与台北市举 你在精华地段的核心地带 你可能是可以达到 但是你在像弄的这个台北老公寓 然后又是住三分区的四五楼公寓 其实是根本不可能达到 这样的这个优惠 因为建商盖房子也需要成本 他用你的房子的价值 去换算他的成本 能不能达到他所符合 他想要帮你盖的这个利润 对 他总不能帮你盖还亏钱 对 那这样子他也不用做生意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沟通的是 一坪换一坪这个口号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口号 然后他可能想要读根 然后就觉得 你没有跟我换到一坪 我就不愿意给你读根 因为这件事情卡住了 非常大家的基础安全 跟一些读根案的进行 其实我们应该要重新想说 建商进来帮我们盖房子 然后我们有一个 崭新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居所 然后他又安全 然后又漂亮 那你的管线又全部都是新的 你可以用很多电器 因为过去老公寓的管线要重拉 是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耗能的电器 但是现在可能有什么电池物啊 然后有什么气炸锅 这些都是过去的40年前没有的东西 没错 那拥有新的房子之后 你有更好生活 重点是你的房子资产的价值 是可能是翻倍的 或是增加个五成可能也有 那你的概念应该是说 我现在参与这个都根的重建 那未来我生活更好 那我愿意再贴一点钱 然后让这件事情可以成功 那大家也都可以居住的安全 主要还有因为就是 最近这两三年有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疫情也让人家 大家重新思考说自己的人生 所以说其实人生其实 要说短暂也是非常短暂的 就是说你随时不知道一个疫情 或是一个传染病流行病 你可能就这样子就离开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时行乐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住好一点的 好一点 没错 对对对 不要虐待自己 或是不要跟自己的生命产产开玩笑 就像刚刚讲的 住在海沙屋里面 你快掉下来 所以你不是被疫情感染 然后你是被水泥快砸死 这样子是不是也很恐怖 对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辛苦了 每天都主在这种战战兢兢当中 非常谢谢专属我原分享 因为你在采访过程当中 我接触到很多像这样的一个住户 好那或许有些听众朋友 他真的也心动了 就说可能就下定决心 要来做所谓围老重建 或是这个都更 但是现在好像最近的这个 原物料都上涨嘛 那这个想快好像也暂时会快不了 最近市场是不是有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对因为跟大家分享说会这个来你家跟你坦都跟或是这个围老的 除非你家整个社区基地是非常大 不然应该其实都是中小型建商来做这件事情 那中小型建商跟大建商比起来就是资金流就相对没有那么多嘛 所以他才叫中小型建商 那最近遇到这个公料的双涨这件事情其实蛮严重的 就是我曾经有采访过一个建商 他跟我说他大概做一个案子 其实能赚的钱大概就是3000万左右啦 甚至净赚的部分 那有一天呢 因为这个原物料成本上涨的非常剧烈 而他的营造厂他还是在挖地下室的 那营造厂就跟他说 你要我继续帮你挖完地下室可以 那你要再多付4000万 那他一个案子只赚3000万 那营造来跟他要4000万 那他到底是要付还是不要付 还是他干脆就丢下这个案子就直接跑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现实 也是现在大家会面对到的事情啦 好险后来他是有找到人在一起 股东一起合作 决定要把这个案子继续完成 对那如果是一些不肖的建商 他是不是可能就这么离开了 所以建商好像也要扛下一些风险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的观点也要改变 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资讯 其实是相对透明化 就是我们可以放开心胸点 比较一直觉得说 建商赚了非常多钱 因为有的建商 其实他们就只是赚他们合理的 整个加工的利润 对 好这个资讯是透明 大家也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好那最后就是说 或许曾经想过都更或要为老重建 但是要怎么着手呢 可以先从先了解自己的屋矿或屋灵开始 那么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有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说来诊断一下这个屋灵或屋矿 或怎么样来启动 财经双双双刊 在这几年都有特别为一些朋友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在明后两天吧 是不是也同样在台北市有这样子机会 让他们和有些专家可以来咨询吗 就是说包括这可能要动到一些资金吧 像这个金融机构是不是也是特别开这样的窗口 把一些问题提出来 是不是做一些讨论 是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9月17号跟18号 在圆山花博征验馆 有办第四届的围绕都跟博览会 那在这个博览会里面有非常多的摊位 就是有银行啊 有政府啊 那有一些建金公司啊 其实如果民众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都非常欢迎可以到现场来现场咨询 他们都会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解答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办研讨会 就是问一下专家说 最近大家这个都跟为老都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要如何解决 那我们这已经已经办到第四届了 过去的这三届这个研讨会的每一场都是场场爆满 大家后来还没有位置坐还要站着 就欢迎大家可以早点来参与 然后来吸收一些新的资讯 然后早点参与重建 然后早点享受新的生活 好政府呢是很心急的 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 我想呢把握这样的机会 关心自己住家的安全 我想这是很必要的 好11月就要改选县市首长跟明代 我们会看看候选人展现的施政跟问证成绩 或者他们提出的证件 到底有哪些令你满意或期待 其实关心住的安全很实际 或许从这里也可以来检验一下 或期待未来这个县市首长会怎么做 今天我们探讨了 或许就可以提供您做一些参考了 当然所举办的 为我们的住家来做诊断 我想呢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也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 传述委员尤小燕 跟我们一起来关心 围绕重建跟都市更新 有关我们居住安全的问题 非常谢谢传述委员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黄历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